好幾輛工程車停在扎道口 現場還有清潔人員在整理車道 因為稍早7點半左右 這裡發生嚴重車禍 在國道3號南下南港路段 一輛灌槽車 一似是沒有注意到車前狀況 向前撞到6輛車 一共造成食人受傷 還有人一度受困 所幸灌槽車裡 在運的是沒有危險性的氯化蓋 警方也迅速到場 將人通通救出來 目前都已經送醫 沒有生命危險 不過中秋節前夕 發生車禍也讓國道大塞車 新台五路到南港交流道 車速一度只剩下10公里 匯獨超過3公里 目前事故現場進行車道管制 僅開放內側兩車道通行 車禍狀況還在排除當中 請用路人提早改道